哈哈 嗨 是不是 大家好 在等 等一下要去拍照 什麼 不能講嗎 是喔 不能講 好啦 沒有我今天開直播只是為了 因為我之前在Trade上面有分享說 那個睡 助眠神器 然後我隔了那麼久才又在 還是因為我又再花了一段時間跟大家 就是真實的感受到底是不是它的作用 還是其他什麼 例如說像 時差 因為剛從巴黎回來 或是 或是自己可能有一天有太晚運動 太累之類的 所以排除掉一些可能的變音 然後我覺得 自己用起來之後發現 真的是它的作用 因為我是 我也有講說我是一個 喜歡側睡的人 因為我沒有側睡我睡不著 我正躺其實是 算蠻痛苦的 小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 之前拍戲頸椎有受傷嗎 然後所以睡的時候就很挑枕頭 我其實前前後後買了超多種枕頭的 就是有羽絨的那種 膨膨的那種 也有就是記憶枕 也有各種各樣 反正前突後腳的 或是後突前腳的 Anyway呢 那些好像都 只能正躺 比較不會讓 就是睡醒的時候肩膀啊 或是 那個頸椎會痛這樣子 然後 因為有一個人知道我喜歡側睡 然後又很喜歡換枕頭 然後我跟你們說 我出去工作的時候 就是只要離開家裡 我就會帶著枕頭 所以很多人都會 很多人都會看到我 欸為什麼去兩三天的地方 你也會帶很多行李 主要就是為了枕頭這樣子 然後總而言之呢 我朋友就給了我一顆 就是長得蠻像 長得蠻像雲的那種 枕頭 然後形狀蠻奇特的 但是 我一看我就覺得好像 有符合到我喜歡睡覺的習慣這樣 所以我就帶去巴黎睡了 我們去幾天啊 七天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七天到底是 真的是那個枕頭的 作用 還是說因為 有小時差 所以睡得特別好 所以回到台灣我又再 我又再重新感受一次這樣子 然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神器 就是 你給他看一下好了 還是我拿過來 我有帶來 我有帶來睡覺 他 我真的沒有在業配喔 是認真想分享 他長得這樣子 他長得這樣子 就像一個 好像一朵雲 但他不叫 他好像不叫什麼 雲朵陣之類的 Anyway 他厲害的地方在這裡 我睡這邊側躺的時候 他是這樣 頭在這裡 然後我側兩邊 我睡覺的時候他支撐力超好的 就是 側睡的時候 肩膀都不會壓到或幹嘛的 然後我睡覺 我只要側這邊之後 我大概 沒有幾分鐘 就會有睡意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 太累或幹嘛的 反正我測試了 兩到三個禮拜了吧 我發現是真的他的作用 這樣 所以 我不是不想回答 而是 還在想說 萬一 人家躺了之後 變成他 監禁的問題 那就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在躺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再次 確認是他的作用 我就想跟 反正 有睡眠問題的人 或是 喜歡跟我一樣 側睡的人 他 蠻好用的 但是這是我朋友給我的 我不知道到底 是在哪裡 買的 所以 大家就是 先記得這個 樣子的 超級好睡 對 嗯 就是這樣 我已經解答完 大家的問題了 那有人跟我一樣 是側睡的人嗎 欸 大家聽得到嗎 嗨 老K 好像真的會沒有 然後今天我睡醒了 因為我平常都會 大概 就是 呃 9點左右 會起床 因為 要看股票 哈哈 哈哈 但之前會蠻痛苦 就是 因為起來的時候 就還想再睡 但是因為已經知道 是開盤時間 就會 就會想要再 盡一下 只會把它看完 到底今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自己的 就是 吃菇有沒有 呃 太大的波動 這樣子 然後 但是這幾天 我只要在那個時間 固定起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重開機的狀態 然後 肩膀 因為我之前肩膀也是 有沾黏的問題 因為打籃球嘛 然後 我還之前給他去中醫放血過 就戳很多的洞在這個 肩胛骨這邊 然後吸出很多血塊 像豬血 豬血湯 那個豬血塊 糟了 然後 才比較好 所以我其實 肩膀跟 頸椎都有很挑枕頭的問題 這樣子 反正呢 就 我在 如果我知道他在哪裡 呃 賣啊 或是什麼詳細資訊 我再分享給大家 因為睡起來是 第一我也不會覺得很熱 那側睡的時候 有時候 這邊壓住會很熱什麼的 然後 睡覺的那個 那個 好像他筍頭上還有一些味道這樣 那個味道是 舒服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裡面有 什麼樣的 呃 成分 讓你比較舒服 然後容易入眠這樣 嗯 這就是我的 助眠神器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壓力很蠻大的 我覺得睡眠是一個 真的 對大家都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 很多人都有很多的 問題 這樣子 我自己也是這樣 嗯 所以 如果大家 呃 有這個問題的話 希望你們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 座面神器 好喔 欸我們什麼時候要離開 好 沒什麼 就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嗎 什麼時候回 節目是嗎 呃 隨時啊 隨時他們跟我聊天 可以就去啊 不行就沒關係啊 睡雙人床 其實我覺得只要稍微 跟自己的身高差不多好像 再 多一個角應該就可以了 我自己睡覺是不太會懂 我可以從 睡著的 知識到早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還好 想拍枕頭 好不然 長這樣啦 哎呀 遠一點 然後旁邊是這樣子 真的這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壓下去 我 嗯 因為大家知道 頭是最重的 所以很多整 這邊壓下去它就 陷下去 然後你等於就壓迫到這裡 但這個不會欸 這個壓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它撐起來你的頭的重量 就 我跟你講 因為這樣還可以就是報睡 哈哈哈哈 不然 不然 以往的枕頭都沒有辦法報睡 就是只要側身 你就覺得 大概只能超過 只能撐大概五分鐘吧 你就受不了了 然後 而且我好像發現它裡面 是有 是有兩層的 什麼 這是 好像還可以稍微調一下 這個高度 我現在是 一百七十七 然後我現在六十五公斤 就大家自己去 針對自己的需求 然後我肩膀其實不算寬 我肩膀是算窄的肩膀 但是 還是很容易壓迫到 所以我可以想像寬肩膀的人 應該更痛苦 對 沒有 好啦那我去問我朋友 他是跟誰 他是從誰那邊拿給我的 防止導 我應該沒有這個功用吧 我只是 解決了 失眠的問題 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 被手機分心 就是我已經很盡量就是 睡前 先放下手機 但是 有的時候我睡 可能一兩個小時會突然醒來 然後就會開始滑手機 然後滑一滑有時候就 你知道 天亮 大概差不多是這個感覺 對啊 是不是 韋哲 他看起來很舒服 他光看起來 這邊是 對 然後正躺的時候 他這個支撐力也很好 所以你等於是什麼選擇都可以 所以 我真的不騙你 我睡過那種 記憶 記憶整個是這樣子的 側面看起來是 這樣子的 然後 因為 他們都說要睡高的地方 然後我睡一睡 有時候覺得 是不是我睡錯了 然後就睡矮的地方 矮的地方 又睡一睡就覺得 好像是高的地方吧 反正就會一直調來調去 有點麻煩 但他 我完全 好像沒有 調過他 對 所以我睡了大概三個禮拜吧 好我去問我去問 我去問 我真的不是代言人 就是 想說 真的是很讚的一個東西 有有有 今年有生日會 還在安排 睡覺手會舉起來 投降動作 這樣睡 有人會這樣睡嗎 我大概都幾點睡覺 不一定 大概平均大概 一兩點那邊 嗯 我去問一下 再跟大家說一下 是在哪裡有 然後 再把消息分享給大家 嗯 希望大家都 可以有個好眠 小畢說 老闆送我一個 你什麼都要我送 你忘了我才剛大師寫嗎 巴黎的起票 哈哈哈哈 對啊 有人看他的肩膀也是一直會痠 好我趕快去找到連結 然後跟大家說 大家就會 可以來試試看適不適合你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很適合 然後他的布料躺起來 滿涼的 不知道為什麼 布料看起來滿特殊的 好我們差不多要離開了 那我們就先 睡覺 喔不是 先出門了 一兩點睡 那如果沒有他 我就會真的 沒有辦法在那時間的 大概半小時內睡著 然後就會拖很久很久 所以 真的 好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我們要走了 有啦有啊 有生日會有 生日會有演唱會 沒有要睡 我要出門了 拜拜 沒有 拜拜 等一下 這個